大家好我是電子時報的社長黃慶勇 我在三四十年的工作經驗裡面 其實我跑過 超過300個 世界可以叫得出名字的城市 這是我的幸運 旅行 對人生視野的拓展 我想是有很大幫助的 如果 旅行光旅行不讀書 有時候我就嘲笑他們說 你們跟郵差沒什麼兩樣跑來跑去 不知道當地的背景 如果旅行還有機會跟當地的精英請義的話 那是一個非常 特別而且非常美好的經驗 大概在兩年多前 台北市政府 問我能不能幫市長副市長還有一級主管上課 他們在邀我的時候正好 我要到京都去出差旅行 那一次到京都出差是因為京都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半導體公司叫羅姆 羅姆台灣的總經理廖錦玉他問我有沒有可能請我到 京都 幫羅姆的幹部 上課然後講解台灣在科技產業半導體產業 它的供應鏈的地位是什麼樣的關係 我就問廖總經理說 我很樂意去 但我問一下 我也沒有機會 見一見京都的市長 廖總經理就問我他說你到京都去見市長的目的是什麼 我說因為 台北市的柯市長請我幫他上課 而我認為台灣的六都 不是只有台北 桃園 台中 台南高雄 都有機會 學習京都在全世界 扮演的角色 大家知道嗎 京都的人口只有147萬 但是日本好像有27個 拿過諾貝爾獎的得主 其中 有18個跟京都有關 什麼叫京都有關他也許是京都人 也許在京都大學念書教書 我想京都為什麼能夠在 全世界的科技產業裡面 有這麼好的地位 除了 諾貝爾獎得主很多之外 京都有很多非常知名的世界級的電子公司 我們知道 Monata 春田製作所 全世界最大的被動原件的供應廠 我們知道任天堂 如果跟大家講 Mario是京都人大家會不會很意外 因為Mario 他的母公司是任天堂是京都的公司 除了這個之外全世界最大的T1的汽車零件供應廠 日本電裝 還有 非常有名的醫療儀器 島津製作所 OMERON 這些都是京都的公司 147萬人的 城市他只算是一個中型城市 他們怎麼做到的 我非常好奇 我也想知道如果有機會 跟京都市長聊一聊 我想對我的人生的體驗 也許對京都的想法 會有一些我意想不到的 我呢 不是一般到日本就晃兩圈 享受一下日本懷食料理就會讚美別人的人 因為 一方面 我們家人跟 日本也有一些過去的淵源 然後呢 我在韓國念書 在日本的戰國時代 日韓的糾結 韓國人說認誠窩亂 日本人說文路之一 我們在台灣大部分看到的角度都是日本人看韓國 很少從韓國看日本 所以因為我看得懂韓文的關係 我對於日本韓國台灣之間或加上中國大陸 我們所共構的亞太的新世紀 也許我會有一些 從歷史出發的不同的看法跟角度 我也希望有機會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我去過日本很多次 因為我以前是 日本半導體封章測試協會的國際委員 所以每兩年會到九州講一次課 所以我也常在九州旅行 每次去講課講完課我就沒事了 所以九州附近的阿蘇火山 大芬 熊本 其實我都還算熟悉 而那個地方 就正好是 徵伐朝鮮 就是1592年 任存倭亂的時代 非常重要的一個 根據地 所以 從韓國日本台灣互動的過程當中 大家知道嗎 日據時代在台灣教書的很多日本人其實是九州來的 所以這一代地區的人跟我們之間的關係非常的密切 那我為什麼喜歡京都呢就像我剛才談到的不是只有京都陶瓷 任天堂 Denso Rome Murata這些世界級的公司 他有很多諾貝爾獎的得主 還有 當我跟 日本京都 京都府的複製室 三下正責聊天的時候 我才知道說 京都有1900家 100年以上的企業 其中還有兩家是1000年的企業 這讓我非常的驚訝 我見到這位京都府的複製室他其實是京都市長的上司 伏比市大吧 好 我也問了 羅姆的社長 問他說 你們是京都的公司為什麼不把公司總公司搬到東京東京好像 客人比較多 他們告訴我的答案讓我很驚訝 他說羅姆的確有一年搬到京都去 他們告訴我 他們搬到東京以後 客人都不去了 為什麼 幾乎全世界想出差的人 對於到京都出差基本上 好像沒有人會say no 為什麼 京都的料理嗎京都的文化嗎 他有太多值得我們去深度探索的地方 我在日本 最讚美的地方就是 日本從來沒有因為西洋文化的 洗禮入侵而改變 這兩張照片都是我拍的 我在日本的街頭 就看到 他們用很傳統的衣服 甚至交通工具 舉行他們的婚禮 我在日本的表山道 我也看到 日本的明治神功 到今天為止 還是他們舉辦婚禮非常重要的地方 我只是常常在想 我們現在 除了西方的 白色的白紗婚紗之外 我們能找到屬於自己的衣服嗎 我還記得 韓國人嘲笑過中國人 他說 連衣服都穿不好產品怎麼可能做得好 這個背後有很多不同的意思 第一個 你不會有你自己的核心價值 你到現在還找不到 各位知道 韓國人在農曆過年的時候 婚禮的時候基本上 穿的也是韓服 跟日本一樣 為什麼他們對於自己傳統的文化跟價值 他的深度肯定 以及他背後所代表的文化意涵 其實非常值得我們去學習跟深思的 京都府 其實是巴洛克斯的建築 很多人並不知道 19世紀的末期 日本有一個人叫福澤玉吉 他現在就是日本 千元大超上面那個人像 他是日本 真正 建議整個日本社會 託亞入歐的人 他說 東方的文化 其實在新的時代裡面 可能會格格不入 日本如果要成為世界級的列強 必須學習 歐洲 美國的方法 所以在19世紀的末期 他們就蓋了很多 巴洛克斯的建築 從西方引進建築的手法 講到這裡我想提醒大家 大家在台灣的很多老街的時候你會發現我們的老街的建築非常相像 不管是大稻城的 桃園大西的 宜蘭的頭城 新竹的湖口 或者是 甚至是 鹿港 安平 我們有很多老街的建築 也都是巴洛克斯的建築 您去過三峽吧 三峽老街也是那個樣子 你知道為什麼嗎 而且這些建築 大部分是新建於1930年前後 大家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 日本人托亞入歐所學習到的建築的技法 也在1920年代以後開始引進台灣 他們幫台灣做了兩件事情 他們要求台灣人也必須跟著日本人一樣 托亞入歐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他們做了四階改正 就是捷彎取直 就是新市政的開發 所以大家知道 在1920年代30年代 台灣很多的老街在那個時候新建起來 而他們的建築大部分也都是 巴洛克斯的建築 只是它跟日本不太一樣 那時候的台灣人 還勉勉強強在很多小地方 留下了中國的元素 所以這些巴洛克斯的建築 有時候會發現鳳凰 有時候會發現 很多特別的中國的元素花鳥這些東西 其實在西方是沒有的 但是京都府 這是他們的 府支室的辦公室 我去拜訪的時候我就刻意拍了一張 他也是巴洛克斯的建築 這個是 羅姆的劇院 他原來是京都美術館 對不起不是美術館美術館是京都陶瓷贊助的 叫羅姆的theater 就是羅姆的劇院 羅姆這家公司賺了錢以後 捐助 日本京都這個城市50年 每一年 一億日元 一億日元是什麼概念 大概就100萬美金 3000萬台幣 這樣的一個金額 他要捐助50年 他的意思是說 只要我們公司繼續賺錢 每一年都挪出3000萬台幣 100萬美金的錢 捐助給京都府 然後 這個配套 就是 京都的劇院 就叫羅姆劇院 所以今天如果我們到京都去聽歌劇的話 你就可以知道 這個劇院 他現在叫羅姆 羅姆什麼意思呢 Reliable Ombu 所以他的源頭 是跟 是跟那個電阻器 是有關係的 因為聽說羅姆的創辦人 原來是鋼琴家 但是羅姆的社長開他玩笑 他說我們這個創辦人 比賽的時候從來沒有得名 後來就算了 他就放棄了音樂 去研發 電阻器 他是 全世界電阻器的發明人 也因為這樣 而賺了很多的錢 他賺到了錢 他願意回饋社會 不是只有羅姆 京都陶瓷也這樣做 所以他們就捐助了 京都的 美術院 在京都 白天這個左邊的建築物 就是京都府的 辦公室 但是晚上管京都的其實不是這個府辦公室 而是 花見小路 到京都人大概都不會錯過這個地方 他有非常棒的餐廳 私人餐廳 我吃過最小的餐廳 只能服務四個人 他開那個小窗子 每一道菜送給你的時候他不打擾你 可以讓客人 跟小團體的 三四個人 可以很盡心的吃飯聊天 我每次到京都都覺得京都人做很多事情好像要做到 無懈可擊 而且充滿了 對別人的周到 不打擾 文化的氛圍 是我們最喜歡京都的地方 我還問了京都府的副知識 他告訴我一件事情 也讓我非常印象深刻 他說我們京都最忙的時間是禮拜五下午 我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來這邊出差的人都帶了太太來 幾乎 沒有人 沒有太太如果先生邀他受到京都出差 太太會說No 京都的確是一個 因為文化而改變的一個城市 有一天晚上 羅姆請我吃飯 吃飯的地點就在 巴板塔的隔壁 我就在餐廳的窗戶拍了這張照片 大家知道巴板塔有幾年了嗎 他是聖德太子的年代 聖德太子大概相等於 中國的隋唐交替的時候 所以大概是西元七世紀 所以到現在已經13400年了 其實這些背景 需要很好的人陪伴 跟我合照的這一位就是 羅姆的台灣總經理 廖錦玉廖總經理 他是東京大學畢業的 他英日文都很好 當我在跟日本人對話的時候 他知道作為一個台灣人 在了解日本文化上面可能碰到的盲點 他因為他對日本非常了解 他在做翻譯的時候 可以讓我非常到位的去理解 京都這個城市在日本整個改變的過程當中 所扮演的角色以及 他非常關鍵的地位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木塔 不僅僅是個木塔 我們看到的京都也不只是 看起來非常優雅的京都 我讀過很多 關於京都的書 他的確是一個非常charming 非常有魅力的一個城市 這位先生 就是京都府的富之士 我想我們兩個年紀應該差不多 這位先生叫三下正哲 大德市 也是一個非常 留下很多歷史記憶的地方 他就是日本戰國時代雄祖 織田信長 舉辦商禮的地方 他也是封城秀吉 邀請千利修 幫他旗下的大名泡茶的地方 其實 陪伴我的 羅姆的國際部部長 叫 西村先生 他告訴我 京都有1980家 100年以上的企業 其中兩家超過1000年 然後我就對這個事情1000年的企業 保持了非常高度的好奇跟興趣 然後他就告訴我說 等一下我們去拜訪川島之務之前大概一個小時的空檔 如果你願意我帶你去 這1000年的企業 原來這是一家 賣烤麻糬的 店面 這個店面已經1000年了 他真的讓我 叹息啊 我在跟 西村自知 坐在麻糬的這個店的門口 因為他就要當場吃 我們就坐在那邊喝茶 吃烤麻糬 那我也露了兩手 跟日本朋友說 這個地方呢 是 千利修幫豐臣秀吉泡茶的地方 但是最後千利修不願意幫豐臣秀吉泡茶 大家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千利修跟豐臣秀吉說 你在 統一日本之前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人 統一日本之後名利心太重 我不想再幫你泡茶了 豐臣秀吉說你可以不幫我泡茶但是你只有一個選擇 就是切腹自殺吧 所以 千利修是這樣子的 我就跟尼西木納上將 我說我知道這個故事 而且我知道 千利修自殺的時間應該在 1590年前後 他說你怎麼知道這個事情 因為我說我知道 豐臣秀吉打朝鮮 是1592年 而且打了六年 而且我知道 打朝鮮的將軍有三個人 一個叫小溪行長一個叫加藤清政 另外一個叫黑田官兵衛 小溪行長是天主教徒 加藤清政是佛教徒是日聯中的 那黑田官兵衛呢 他是軍師 所以大家知道 從韓國人看日本人 他們從不同的角度 他們也不會神話 在日本很多人叫加藤清政 清政公 所以對他是尊稱 但韓國人 認為你是筷子手 你殺害了很多韓國人 所以兩個角度是不一樣的 在 一盒果子店附近 你可以看到大德士 你可以看到這個麻糬 我的日本朋友還跟我開了一個玩笑 他說對面有一家賣麻糬的 他copy他的 但他已經copy了250年了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 日本人對於 一個企業 他長期的文化的經營 他的用心程度 是非常不一樣的 其實我兩次 跟著羅姆到日本去都是為了日本的電子展 1990年代的時候日本有電子展 台灣的韓國香港就跟著學 在每一年的10月的時候 辦電子展 後來日本人覺得 好像傳統的電子展的時代過去了 所以他們就 開發出一個新的電子展 叫 他就把應用的東西導進來 所以 現在我們去看日本的電子展的時候 你會發現 擁有一萬五千家便利商店的Lawson 還有東日本高速公路的 Nexco 這些公司 包括汽車廠Toyota 自動化生產的發大科 都有參展 我很仔細的看了所有的刊物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1969年生 今年大概60歲的Lawson的董事長 他說 我把CTEC 當成一個未來零售通路的展示場 他說我有一萬五千個店 我要讓每一個店員 理解 未來可能是無人商店這件事情 他們中間他必須升級必須改變 大家知道一成不變 是最大的風險 日本人我們都認為他們很保守 他們現在並不保守 他們知道 這些改變的過程當中必須由精英的大長來領導 所以我問日本人 是誰先想出這件事情 日本的朋友告訴我 是Murata先想出來的 他們認為他們必須改變 他們就邀請了三菱電機 關係很多的零件供應商 一起co-work 創造出這樣的平台 那一年 整個活動的主辦人 是三菱電機的董事長 他說 We need to have big exciting dreams 他說我們需要一個 大 而令人振奮的夢想 我想當我們看到日本人願意做夢 台灣人可以沉睡不行嗎 我想這是我們必須要理解的 我們正在入口名門 這些小禮才會 我們還是覺得 我們應該一去找